前段时间有网友爆料彭于燕和李冰冰抢C位,某活动上本来李冰冰做第一排,彭于燕做第二排,结果李冰冰的座位名牌被偷偷调换到了第二排,彭于燕却坐在了第一排。 事后彭于燕粉丝表示这是工作人员的失误,与彭于燕本人无关,不过这件事也引起了很大的舆论。 近日彭于燕接受媒体专访,被问到换座位仪式,她表示自己问心无愧。 彭于燕表示,我觉得每个人活着都要有勇气,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,这样的话你会活得更洒脱更自在。 彭于燕还大赞江文导演一直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,不被别人打扰,非常可贵。 此前郑爽C位事件的时候,彭于燕还发微博裁掉郑爽疑似对她不满,因为当时电影的一番是彭于燕,现在的彭于燕内心强大了,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 她现在看开很多,心态也变好了,她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,没有事情都是顺心如意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